起床了朋友们 美好的一天从起床这一刻开始 现在呢 我已经到达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昨天晚上睡了个好觉 很舒服 因为呼伦贝尔的空气太好了 我在网上还看到人家卖呼伦贝尔的空气 我这次来呢 也就打算来打包一点 那个呼伦贝尔的空气回去 然后到时候拿去卖一点 看能不能挣点钱 然后今天嘛 是2023年的2月27日 下的鹅毛大雪 给你们去看一下 用手机拍摄好像看不清楚 确实是下的挺大的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门一会儿这里就满了 然后 现在带大家出去逛一下 脚印都全部覆盖完了 一个脚印都没有 看枕头 我现在带你们出去逛一下啊 像我的鞋 看到吗 我这个鞋 专门对付下雪的 特别快活 特别丝娃 我就喜欢下雪 为什么呢 因为下雪代表纯洁嘛 白茫茫的 哎呀 这个小吃 上下车门就不方便 兄弟们啊 一点都不方便 哎呦 鞋动硬了 这个地方有点硬了 伸不进去脚 哇 哈哈 太美了吧 呼伦妹来到了第一天 你给我下一响大雪来迎接我 这是什么意思 看车上 我把车的门关一下 你们看 全部盖完了 看到没 我在里面睡觉 怎么感觉 夜睡夜黑 夜睡夜黑 我感觉天还没亮的感觉 没想到现在已经是中午一点钟了 哦 下挺大啊 车轴运呢 昨天晚上来的 这个地方雪没有盖 还看到车轴运啊 看到没 还看到一点点啊 你们看一下后边 后边的车轴运去哪了 没有车轴运了啊 一点车轴运都没有了 说明昨天晚上 我是在这个地方录营的啊 并不是说今天才过来的 早上我起来上个厕所的时候都还没看到下雪 现在都下那么大了 现在在护伦贝尔根河市满归镇 这里有一条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有一条河 这个河呢 现在呢 还是结着冰的硬崩崩的河啊 这里是河面上 哇 太冷了 看样子今天又不能出发了 哇 我算一下啊 此时哦 叮当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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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今天不是好日子 不适合出人们 好了 这样下了雪 路面都全部都这样了 我还走什么走 回去继续睡觉吧 今天暂时就不走了 反正车里面 昨天买了好多肉放在这里 我昨天买了很多肉放在这个车顶行李箱 我的车顶行李箱呢 它就是个天然大冰箱 现在晚上每天能达到零下二十多度 你们家的冰箱也就是零下十六度 我这里比你们的冰箱还冷啊 其实下雪的时候不太冷 雪停的时候就冷了 好了 那我们不非话不多说 哦 我靠 该睡觉的 继续睡觉呗 还能干什么 今天不是好日子 所以不能出房 下着雪 因为这条路车本来就很少 我一台车走 路上传入鸡血覆盖 找不到车顶 很容易限车的 兄弟们 就是找不到车顶的车顶 所以因为走那个路要走那个车顶就走 就不会溶线车 找不到那个车顶 乱走的话 哎一线车又没信号 我没办法救救 因为像外面是没地方放鞋子的 鞋子的话只能来放在我的厨房这里 先进来 好了 继续睡觉吧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日期啊 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 下雪了 2月27日星期一看到吗 看到没有 2023年吗 不是2022年了 兄弟们别把时间搞差了 车子有点小 然后弓箭有点压抑 但是不影响 他们说我这个车是带瓶签啊 我不承认啊 因为你们看一下 这个间距 这个间距 30公分 看到吗 30公分 完了之后呢 脚伸进去啊 给大家示范一下 脚伸进去就累了时候啊 你想这样竖起来竖不了看到吗 顶住了 就只能一直伸直 加上被子一套 那个被子一裹到这里 脚更加不用动上来了 所以 睡觉的时候还是挺累啊 这样就这么撤着睡就可以脚伸这样子 可以完成七字形 要撤着睡觉 就是累了 活动的时候又撤着睡觉就可以了 好了 哦 你们看一下我这个 地图 哦 看到没有 哎 这个不能给你们看 太恶心了 好了 不说了 我要继续睡觉了 给我点个赞哦 嗯 呼伦贝尔我来了